女人正在给丈夫准备晚饭 可她完全没有注意到菜里还有条虫子 男人吃完饭不久就开始肚子痛 嘴巴里还发出难闻的味道 男人没有太在意 以为只是简单的肠胃问题 然而到了第二天 男人就开始头疼 但她也只是吃了一粒止痛药 到了中午跟客户吃饭时 男人的头疼越发厉害 她来到卫生间想缓解一下 她刚洗了把脸 鼻血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为了不影响工作 男人赶紧把血擦干净 又回到了座位上 然而就在双方举杯庆祝时 男人突然狂吐鲜血 下一秒 她就惨叫地倒在地上 无数的寄生虫从她的脑袋里钻了出来 很快福伯勒赶到了案发现场 但警长认为 只是餐厅里食物出现问题了 另一边呢 一条黏乎乎的虫子钻进了手套 老头没注意 直接戴在了手上 可紧接着 她就感到了一股钻心的疼痛 老头想摘掉手套 却发现手掌已经被吸住 她拼命地拍打桌子 试图把里面的东西砸死 桌子的震动 让化学药品撒了一地 这时老头发现了把剪刀 她拿起剪刀 就往手套里乱捅 可就算弄得是鲜血直流 手套也没能剪开 慌乱之下 老头还被花架压在地上 她只能拼命地呼喊妻子 可耳背的妻子根本听不见了 钻心地疼痛让老头失去了理智 她抄起斧头 直接对着手臂劈了下去 剧烈的惨叫声 终于引起了妻子的注意 可当她赶到时 化学药品发生了反应 引爆了一旁的油桶 老两口就这样领了盒饭 与此同时 杰哥在自家菜园里 发现了一种奇怪的虫子 于是他伸手摸了一下 杰哥的手指瞬间被咬破 于是他赶紧找来罐头抓住几时 就送到了博士的学院室 博士研究了下 发现这就是普通的鼻涕虫啊 根本没当回事 然而到了晚上 博士做实验时 一条鼻涕虫偷偷地爬出瓶子 钻到旁边小白鼠的笼子里 很快小白鼠就发出了 振振惨叫声 当博士发现时 小白鼠已经快被鼻涕虫给吸干了 看到这一幕 博士终于重视起来 他拿起一条鼻涕虫开始研究 发现他体内有很多的寄生虫 被寄生虫操控后 鼻涕虫开始变得适血 而且这些鼻涕虫 喜欢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通常会生活在下水道里 如果不关闭周围的水源 整个小镇都会遭殃 杰哥回到家 发现吸手池已经爬满了鼻涕虫 他意识到了事态紧急 于是急忙来到水务局 要求领导关闭附近的水源 可领导认为太过荒谬 直接把杰哥轰了出去 这时秘书进来打报告 却发现领导不在 他听到吸手间里传来动静 于是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查看 但映入眼帘的 确实已经被鼻涕虫吸干的尸体 另一边 经过博士不断的努力 终于研制出了 能杀死鼻涕虫的药剂 但想要消灭所有的鼻涕虫 就要把它们全部聚集到一起 于是杰哥找来 下水道工人阿伟帮忙 经过他的研究 发现极其鼻涕虫的杀人案件 都发生在一个废弃工厂周围 于是众人断定 鼻涕虫的老巢就在那里 两个人来到下水道 穿过一条黑漆漆的走廊 却被一群鼻涕虫挡住了去路 只见杰哥掏出打火机 烧到了一根电线 地上的鼻涕虫 瞬间被烤得外苏里嫩 随后两个人继续穿梭 终于来到了 废弃工厂的污水池 而鼻涕虫的老巢就在这 为了把所有的鼻涕虫聚集到这 杰哥把一麻袋猪肉都倒了去选 可就在两个人准备撤退时 地面上的博士 却没能撬开井盖 慌乱之下 阿伟打算找条新的逃商出口 可一不小心开出了门 直接被洪水冲进了池子里 还没等杰哥反应 阿伟的身上就爬满了鼻涕虫 危急关头 杰哥爬上关管 想让阿伟抓住他的脚 可还是有些距离 于是他又捣换姿势 命手去抓阿伟 可由于手套太滑 阿伟最终还是没能上来 看到阿伟死了 杰哥急忙顺着梯子爬到地面 这是一个佛波勒想要阻挠 杰哥一把将他推开 他让博士把药水倒进一下水道 随后他拉下了开关 一瞬间 巨大的爆炸声席卷了整个街头 下水道的鼻涕虫们 也终于化为了灰烬 很快消防队赶到现场密火 然而所有人并没有注意到 一只鼻涕虫侥幸地逃过了这场灾难 看来啊 不久的将来 小镇还要面临一场浩劫呀